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就来了一聊关于十四期的掌陀人红汉儿 十四期在一九四九年初就开始在两广地欧活动 后来随着我国绽匪活动的展开他们族残离开了大陆地欧 回到香港后十四期开始集中发展自己的力量 再短短几年之纳成为了一个斥诈凤雲的有名帮派 不仅是香港人数最多的帮派之一 船控制着香港绝大多数的赌场 贩毒等黑暗连条 虽然如今的十四期已经没有了往日的骯髒戏业 但是不得不承认他们在当时确实有过一段辉煌岁月 其中十四期最有名的一位大佬就是掌陀四十余年的红汉儿 或苦大家对他不是狠了解 但是在当时红汉儿的名气丝毫不必度月生小 遗憾的是后来在晚年时奇幻上了一族症 最终回贵耶稣的怀抱中 1946年红汉儿出生于广东潮州 父亲是潮州有名的军伐 后来因为国民党败退到自家到中落 落败后由于父亲军伐身份的原因 红汉儿一家经常遭受到百姓的欺负 尤其母亲经常遭到无怨无故的殴打 之后只有十一岁的红汉儿滋身前往香港 初到香港的他是一个杂摩都不懂的底层人民 曾经见过无数次别人毫打母陈及家人的情景 让他的立心逐瞻发生了变化 此时的他认为若是自己一直如此一辈子都不沛在香港运出头 于是他开始想要通过拳头来参取自己的权利 之后他就选择绝学加入香港黑道帮派 凭借借自己的聪明与勇敢 在很多次香港黑帮火拼中他都获得了胜利 因此成为了当时帮派的奴带 面对此时的地位红汉儿拼不是很满意 于是开始笼络人才经过一段时间后 他手底下的人撻到了二千多人 有了实力与势力揽摩展才张沛不断冲入 根据洪汉儿回忆在自己最顶峰时期 他手下经营了数家赌场、球场、贩毒等大型生意 而他的实力更是发展到了金三角、欧洲借赛地勾 船与勉甸最大毒梟昆沙合作了很长一段时间 据说当时洪汉以用财力控制欧洲黑帮然后操综足球比赛 在那时每天都有十个以上的人从各大不同地方将前运来给他 并且十来个素展的人也更是通宵达弹 就是这样一个风光无限的黑道老大 到了晚年时期却被自己立心的恐惧包围 甚至船幻想了抑郁症 因此他必须每天拿着、圣经、拜读祈祷 只有这样的时候才能稍微熟睡 最后洪汉已成为了一名耶稣教的忠实信徒 从此走上了自己的懺悔之路 接下来说 新义安超级猛人肥杰 现任屯门华士人 为争上位同门相残江湖传门新义安屯门清一色 说的是屯门由新义安社团的势力独白一方 但谁能想过 屯门虽然没有其他社团染指 却是内控不断、己经易主 他是现任的屯门华士人 谁能想到他曾经只是一个背景不够硬的小漏洞 却能靠着自身能力 硬生生地将盘居在屯门的老大赶下台 他就是新义安的屯门华士人 肥杰 在早期 新义安能固守屯门 不让其他社团的势力染指 黎智强与黄天宋两个人的功劳最大 但黎智强与黄天宋两人天生不和 虽是曾经拼肩作战 却也是一生之敌 新义安站稳屯门后 高层在选屯门华士人 的时候 由于黎智强入会较早 且是社团有史以来最早的功棍 因此算责了黎智强 江湖人称之为屯门之苦 而对社团的贡献 以及能力与黎智强旗鼓相当的黄天宋 却没能挠到一点好处 因此吸为不满 这便为黎智强与黄天宋日后 反目成仇埋下了伏笔 毕竟常言道不患寡而患不均 黎智强座下的头马便是碑荣 而黄天宋的得意门生则是肥杰 黎智强上位后 与黄天宋的摩擦不断 黄天宋莫小被打压 因此肥杰也跟着被打压 在1990年黎智强即将被捕入狱之时 把屯门说是人的位置 全给了自己精心培养的门生碑荣 黎智强入狱七年 黄天宋于碑荣相安磨事 带着肥杰做起面粉生意 生意红火 司徒两大赞一笔 可在黎智强出狱几年后 黄天宋于黎智强的矛盾激化 2001年 黄天宋到东关出差 黄天宋派出肥杰带着东关张子强 等一伙人行刺黎智强 黎智强被东关张子强 等人一番乱舍 身中五佛 成了终身残废 从此退出江湖 而在东关张子强 被捕后 黄天宋自知事太严重 带着肥杰逃往欧洲避难 黎智强与黄天宋相计离开 碑荣稳坐屯门 另一边 到了欧洲的黄天宋 带着肥杰 还粗购业 在当地做起面粉生意 由于渠道优势 密尾价廉 生意极为功火 靠此赚得盘满拨满 2005年 阿姆斯特丹的街头 黄天宋带着肥杰 到街头吃大排档 突然间 路边一辆五灵宏光缓门市来 车里几个蒙面大汉手持 AK47对着他们两人一毒乱粉 肥杰对黄天宋忠心耿耿 一看到情况不对 就将黄天宋推开 自己身中两罚 黄天宋被推开后 立马往汉子里跑 可不竟AK47船是比角快 一代骁雄就借魔被人结果调性命 当然 黄天宋的死没有下文 也不知市面粉生意 太过红火触动了当地势力的利益 算是来自黎智强的报复 但早期在屯门上位的两位大佬 以一死一残落幕 开启了新的篇章 肥杰的相传月后 立足调当地的生意 带着黄天宋的骨灰回到香港 并且为黄天宋搞了过世记葬礼 肥杰此举有两个目的 第一个就是为了吸老大风光大壮 第二个目的执比角实际 便是为了向江湖宣布 他肥杰要回来屯门拂展 借也意味着屯门即将再起凤云 毕荣无法再在屯门一家独大 肥杰在海外做了几年面粉生意 腰贱脈罐 在金箭的号召下 狠快手下就聚集一批能打能拼的马仔 肥杰原本也是公棍出身 跟在黄天宋身边又学到不少管理经验 能文能武 因此当老大也是一把好手 狠快 肥杰带着马仔与毕荣者方展开一番施赛 双方火拼之时 肥杰手持两把重撻六十四根的酸花苦身先时卒 杀入毕荣者方人群之中如入磨人之境 所向披靡 那不要命的狠竟杀得毕荣者方截截败退 毕竟肥杰也算是半个从撕山血海中走出的人 就这样 肥杰不但夺回原本黄天宋在时的地盘 船吞拼了不少毕荣的地盘 新义安高曾见此状况也是头痛 双方都是身义安的人 此时内洪 日后难免会被其他社团趁虚移入 于是出面调停 最终谈判结果 便是肥杰与毕荣以青山公路南地段为界 两边各管理一方 如果真有狗分 就到屯门街道的一块空地上去单挑解决 肥杰与是手底下都是年轻的精神小火 因此则从原来的面粉生意改为丸子生意 而毕荣依旧做面粉生意 并且他占据地利 船能到码头 赛市场等地方收取保护费 2012年 毕荣与太太相商入育 据说罪名是跟洗米华一样 涉案金额很高 接近三千码 因此毕荣被判入育五年 毕荣一走 肥杰也豪不客气 带着手下在一年内 毕荣的地盘被吞拼台尽 只有赴泰村的生菜船对毕荣中心耿耿 不肯屈服于肥杰 生菜是身意安元老苏牛 的门生 一直跟着毕荣做事 他不紧年轻 船有一身高超的武艺 因此有了诸多依仗 肥杰 虽是强悍 生菜也是不服输的 肥杰与已经吞拼毕荣大片地盘了 也不差负泰村这一块 反倒是生菜多次主动出击 与肥杰 借方摩擦不断 2013年 肥杰与生菜 的矛盾到他了白热化阶段 双方中目规规之下互相撕杀 在街头焚车等等无所不用其极 引来群中则目 社团高层也是头痛 双方打得借搬你死我活 再打下去怕事要乱成一窝足了 赶紧出面调停 安抚双方 2013年10月 与肥杰同为黄天宋门生的忽德超列婚 新义安大总管林刚出席忽德超的婚礼 不小社团高层也纷纷到长足河 算是吸了肥杰面子 2015年 生菜老大苏牛的女人列婚 新义安龙头向花盐更是趁致到长足河 同时吸了生菜与苏牛面子 2015年10月 大总管林刚在尖沙咀摆酒 燕请各路江湖豪杰 直间轰酬交错 好不热闹 走过三巡 菜过五味 大总管到台上高歌一曲之后宣布 肥杰为新义安的屯门话事人 酒桌上的江湖人士有的大声叫好 有的却低下了头 肥杰列侧拿着一平八二年的拉菲连转各个酒桌之间 面带笑容地向大家频频敬走 好料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